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間開業了22年 連續16年奪得米茲連星的上海賽館 有一個亮點 竟然有個懂得講國語的 意大利營南店員坐鎮 有時候喝完酒 會有女生跟我flir 她說你很帥 你的美貓很好看 她最多 她說她很英俊 為什麼她有什麼厭倫 有很多大貓找她 她說國語 有些國內的女士 覺得很有趣 戴了戴子也聊她 聊聊聊聊聊 這位在這裡做超過20年的上海賽總廚 詩曼瑞師傅 留一長頭髮 外表酷酷的 但內裡就很細心 現在用的是六月黃 全部都是辣的 對 豬肉我們用上肉 上肉交肥肉 扮肉 交完會滑身一點 但太壽不行 太壽就很細心 石壁就是看刀工 起花紋 我們現在用的是龍尼柳 因為龍尼柳 淡淡肉又滑身 前一陣子四份到福建寧特 看魚排的大黃魚 深海中間的去看 黃魚真是漂亮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買眼 吃下去是滑的 帶甜味的 健康問題 我們上海菜現在改了糖 沒有那麼甜 沒有那麼鹹 現在很多上海菜都改了兩間 我從2002年開始到現在 22年 當時我們看到 香港的上海菜好像比較傳統 老闆當時就想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間 比較有酒吧元素 或者國際化一點的上海菜 可以適合商務應酬 或者家人吃聚會的餐廳 所以我們打造了一間上海 很老實說 我們人工和福利相對比 在外面都算不錯 老闆也好 肯給這麼漂亮的舞台 我們又放手給我們搞 工作壓力相對是少的 我們很多伙計都做超過十年 短幾年 所以大家都做得很開心 我們始終二十幾年 而且人情也很重要 我們同事像家人一樣 還有一些客人 我都見很多客人 他帶過小朋友來 小朋友現在都出來做事 或者有些 甚至是再有小朋友 那就是很難忘的 這些經歷 2002 我們一開張 差不多 是的 我們很熟 我們 他有時來認識他 他帶過大女 那時是三四歲 到現在都出來做事 你想想 時間過得很快 對 譬如他們的家人 生日宴會 大小節慶 那些都是很厲害的 中生是中醫生 下醫 我現在的子女 就是 有些牙齒方面 就是中醫生 另外中醫生的哥哥 也是醫生 他就 好像家庭醫生 我的小毛病 我就去找他哥哥 那我呢 2002年開始就來這裡 夜上海 夜上海 我來 都已經是 起碼一個月會來一次 家庭聚會 如果多起來 就每逢星期日都會來 就會來四次 我喜歡吃這裡的小籠包 因為他幾部分都做得很好 那他的皮又不太厚 又不太薄 那些肉又鮮 那些醬又鹽 他的冷盤都很好吃 那他那個蟹 那個年糕也是很好吃的 我大女女就很喜歡吃這個小籠包 那小女女就很喜歡吃 嘩 很多 小女女真的喜歡吃很多東西 那他喜歡吃那個河蝦仁 因為那個河蝦仁 吃完呢 他不油 那變了吃完就不需要 喝很多茶 就是要解渴 那所以吃完都舒服的 那其他那些人呢 上上下下都很好 服務就不會說很騷擾你 又不會說不理你 我們叫回來是 先下熟了它 先再湯 湯完 洗乾淨 跟著三分下去炸 炸透它 要看火候的 要浸到裡面都鬆的 所以你咬下去就是脆薄薄的 常規炸醋 我們特色是炸醋是要出來的 慢慢炸 炸到去 入了一些汁 湯完過了 所以喝不到味 挑戰和困難當然是多 那譬如我們以前在舊鋪 在香港酒店那裡 那我們2002年開 我們2003年就沙士 那中間又經過了 譬如金融公布 那到我們搬到來 K11這個新舖位 那我們是2022年開的 那一開始就 COVID 好了COVID完了 那到現在了 大家又喜歡去北上 去其他國家旅行 所以我們相對都有些挑戰和難度 在營運上 我們心態那方面 我們都保持一個樂觀 和審慎一點 但是慶幸呢 我們就這麼多年來 都儲了很多本地 國內和海外的長期新舊支持者 那個黑源算大 相對來說 我們營運上都健康